你知道外送的動作的英文叫什麼嗎? Deliver! 外送員送照的時候會在外面大喊 我Deliver! 遵守交通規則很難是不是? 遵守的英文怎麼講? Obey!Obey!Obey! 五歐!Obey! 只要講你是非分明的,OK? 不是Obey賽!Obey論! This is synonymous! Hey! Yeah! It's me! 你知道如果不是跟公眾利益 或是社會爭議有關的事情 我是不會出來的 但是這件事情我真的看不下去 I can't stand it anymore! OK? 你知道造成台灣死亡率居高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什麼嗎? 肺炎!Cleber! But no! Traffic accident!交通事故 驚不驚喜?意不意外事?不驚喜啊? 遵守交通規則很難是不是? 你知道遵守的英文怎麼講嗎? Obey!Yeah! 怎麼來的?念三遍?Obey!Obey!Obey! Yeah!五歐!Obey! 是非分明的,OK? 不是Obey賽!Obey論! 有人說 用Follow這個字就好啦 這麼早就會了 對!你最會講 你知道每天出門都會講這個字嗎? 出Follow! 結果你有Follow嗎? 每天路上都有一些 沒有歧視精神歧視跟轉得不行的行人 Oh!Please calm down everybody! 嗯?還有各位親愛的 Gelchatsky, Gongchatsky, Keringchatsky, Yulamchatsky 雖然名字聽起來很像是俄國人 但是我們可以不用開得像一個戰鬥民族嗎? Am I right?嗯? Drive safe! Please! 最近幾年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交換問題 Yeah!Delivery surface,外送服務 You know what? 晚五分鐘你不會餓死 但趕那五分鐘你的外送員可能會變天死 OK? 喔!這叫點英文 你知道外送這個動作的英文叫什麼嗎? Deliver! Yeah!怎麼來的? 3遍!Deliver!Deliver! Yeah!Deliver! 外送員送照的時候會在外面大喊 我Deliver! 最近,我聽說交通部 在今年10月辦了一個交通安全月 Road Safety Month的活動 有人問說這個活動在幹什麼的 我跟你說,超多好康的 把握機會在這個月違規法等打85折 兩人違規一人免費喔!才怪! 加強教育宣導啊!不然人一尾啊! 百貨公司半週年慶嗎? 有人就質疑了 特別挑一個月出來加強宣導有用嗎? What? 你難道不知道所有的節日本身都是沒有意義的嗎? 難道你有母親節所以才愛你老母? 難道有軍人節你就愛當兵嗎? 所有的節日都會提醒你 日子不重要,觀念最重要 靖如就說過了,愛對人情人節每天都過 Am I right? 所以 不要說今天辦的是Road Safety Month了 就算今天辦的是Road Safety Month了 就算今天辦的是Road Safety Season Road Safety Year,Road Safety Century 都一樣 每一秒鐘都是Road Safety Second 請注意交通安全 好嗎? 我來練習一下 勵手